状态 天天的脑筋是如何达到开智慧空性 所以我们要了解四圣梯 三法印 十件八正道 十维十二因缘 十件三十七道品 乃至真正修行会发起利他的波罗蜜 在四红四院 十件六波罗蜜 达到智力利他 那变成你的思想 都不离开空性 各位你千万不要讲空性 而忘了所有的次第 我每天就看空性的书 我每天就一直放下放下 什么都不想 那那个叫偏空 那只是一种个人的思想 那你要圆满一切 那你要有一个次第 所以佛陀要我们持戒 修禅定 开智慧 进一步呢 如何帮助众生 那这个戒 不是单纯的 三规一是戒 布施是戒 忍入是戒 精进是戒律 所以甚至把安住在空性 也当作戒律 叫三昧耶戒 把菩提心 当作戒律 叫菩萨戒 那这些我们都要去 思维 实践 那当然各位在家里 你也可以像今天这样 伴三十信念 你有祖先 祖先就代表所有众生 你有佛堂 一尊佛像也好 那今天这一本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 如果读完 它们方便 各位就带回家 然后你可以一个早上 就办完三十信念 供佛 诗实 拜祖先 然后呢 慢慢的 去深入阿弥陀经 去深入 中风禅师 所讲的法 代表的意义 虔诚的去忏悔 发愿 刚刚有念到十大愿亡 不是念完就代表我们修行了 那念只是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做 那你要知道 怎么理尽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那你要去研究 普贤 恨愿品 而且真实去做 那我说了这些 合起来 才叫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一心就是 不离开菩提心 不离开大悲心 不舍弃所有痛苦的众生 都像自己父母一样 然后这样再念佛 念佛包括 念佛的经 念佛的名号 念佛的咒语 思维佛陀的一切一切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你要有佛陀的身口意 那么阿弥陀佛 那我们要了解 四十八大愿 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愿力 那这些不能懒惰 各位可能要精进一点 那我则认为呢 钱够了就好 不要花太多时间 一直在追逐金钱 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维系你的感情 因为尽力就好 真正对你的家人最好的方法 那是佛法 那你有了佛法 你一定会有福报 因为懂佛法的人一定会布施 不是努力赚钱就有钱 因为你会去布施 懂佛法的人会去持戒 所以你就容易消业障 不会堕落 还有天人的福报 懂佛法的人一定会忍辱 不容易生气 那你要实践佛法 那你就会有福报 但是有些人说 那我整天不去赚钱 每天忙佛法有用吗 这样讲好像有道理 佛法不是叫你离开生活 用佛法的心态 去经营事业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用佛法去经营的人 不会贪心 不会贪污 不会卖假货 不会伤害别人 那你自然就有福报 所以你赚钱会比别人快 容易 这个叫有福报 就像天人有福报 不用上班 就像有些人出生就有福报 有些人到了四十岁 突然变成很有福报 那有福报 赚钱就轻松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各位应该 有一点点福报以后 不要再一直追求 更多的钱 人家买大房子 一百万的 两百万的 我也要买 那已经有房子住就好了 已经有车子开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不断地去忙于世间的这些追求 就像一个人跳来搞闲举 各位 搞闲举苦不苦啊 跟打仗一样 赢了好像很快乐 也很危险 输了更痛苦 所以他为了选举 总有一些事事非非 很痛苦的 那这些 能够不参与 最好 回向 但是不要自己去追逐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去追逐这些东西 就像刚刚讲 一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 她很痛苦 她每天要换一套衣服啊 她要换多少化妆啊 她痛苦 她老公更痛苦啊 我的钱都去shopping了 所以那他就 忙于自己的外表 忙于自己的事业 那就疏忽了别人 也疏忽了自己 那这个都是无名了 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 各位要念佛 因为有些菩萨跟我说 师父 三十细念很好 你常常办好不好 我说你在家里自己办更好 你可以带你家人 念三十细念 那里面 哪一个字你不懂都会念 不懂意思 查查意思 所以 我想各位 今天来参加 我们不能光 依靠别人帮我们忙啊 我们是 加入这个功德 我自己的功德 也加入这些功德 希望更多众生得到利益 希望来参加的人 保证这一辈子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快乐不是等到你往生 而是你现在就快乐了 因为你懂得念佛 愿力定在极乐世界 功德回向众生 人在这个世间 少欲知足啊 已经可以过了 不错了 有三餐吃饭 有个地方睡睡 这样就好了 没有结婚了 没有结婚了 不要结婚了 何必找苦受呢 已经结婚没小孩了 不要生了 孤儿院 那么多小孩 你不要去找罪受 因为这个是多余的 你生了一个来讨债的 让你起身努命 那何苦呢 你为什么不念佛呢 帮助众生呢 念佛当然包含帮助众生 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带动社会一起来念佛 所以我想最好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学佛人都要大聚会 一起来修行 对不对 一起来帮助社会 而不需要忙私人的事情 所以集合众人的力量 一个人很困难 但是众人的力量 结合起来就可以办大事 对不对 那如何这么做 因为你要修大乘佛教 那你要有同理大众的能力 能够引导更多人来学佛 念佛 相信因果 特别这边是学校 我每次说 我最大的期望 是能够跟菩提中学的 校长 老师 同学 讲佛法 这个是对他们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小朋友 一个学生 都能够相信因果轮回 善恶果报的观念 都能够了解 生命的快乐 不在于得到 而在于内心的清静跟慈悲 学生是要学习服务众生的方法 而不是考试 赢人家 读博士 赚钱 那他生命就快乐了 所以不会影响他的宗教 而是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千万不要认为你宗教跟我不一样 因为不管你什么宗教 你都有佛性 都想快乐 都可以成佛 那我们要去思维 以及实验 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接受 引导他 所以大家要花多一点时间 来聚会 来讨论 来互相加持 来研究 怎么样 推动佛教 这是现在佛教比较缺的 当然大家会来参加法会 但是法会 并不是各位在讨论 所以我也希望在槟城 正式成立一个协会 我们叫生命教育协会 都可以 用什么名字都可以 大家都来参与 讨论 怎么做 可以推动佛教 因为槟城华人多 再来 闽南人 福建人多 大家讲话沟通 方便 用各种方法 那我想 这个叫 清净海会 佛菩萨 这种聚会 这个都是在念佛 这些都是往生净土 更高的资粮 往生净土 有九品往生 那希望大家 要追求上品往生 要真实关心众生 而发菩提心 在行为上 深信因果 断恶修散 然后呢 读诵大乘 所有帮助众生的方法 你都要了解 劝进行者 大家想尽办法 影响 至少 相信佛法的人 不排斥的人 一起发菩提心 一起来帮助众生 一起来成就佛道 那这样呢 我想更好一点 而不是 大家只单方面的 参加法会 接受 乃至 执着在法会的 仪轨上面 并不是仪轨错 法会的仪轨 是要让你 用在日常生活上 念阿弥陀佛 不是跟生活分开 是 不管你在做什么 都不离开 阿弥陀佛的 身口意 不离开 阿弥陀佛的 行愿 所以 就像我们 用阿弥陀佛的方法 度地狱道 度恶鬼道 用阿弥陀佛的方法 帮助动物道 用阿弥陀佛的方法 来建立 世间 成为人间净土 将来就有 极乐净土 那这些 要去讨论 怎么去做 何不是说 我什么都不管 都不想 都不做 反正我就 坐在家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打佛妻 我才来 其他我不来 那这个就 又偏法 这个叫 法直 所以金刚经 告诉我们 那一切法 都非佛法 名为佛法 这个佛法 你现在没感冒 你每天 带一大堆 感冒药 也没用 你没感冒 干嘛吃感冒药 我先吃 明年就不会感冒 有人做这种事吗 所以 那 因为佛法只是为了对质 所以佛法是帮助我们 现在的生活 更快乐 未来的生活快乐 究竟将来也成佛 那大家必须把 佛法 现代化 而且 亲近 跟每个人都可以接近 就像小朋友 在玩手机一样 哪一天 把佛法 设计到 每个小朋友都拿着 干嘛 我在念佛 好好念 他手机里面 充满了 阿弥陀佛的 各种的视线 卡通 影片 他手机在打电动玩具 打什么 打我的贪生吃 他认识自己的问题 那你要 花很多脑筋 去设计 这个阿弥陀佛游戏的软体 那小朋友知道 消除自己的贪生吃 那小朋友知道 极乐世界的庄严 那小朋友一直去学 怎么样帮助他的同学 慢慢长大的过程 他们都懂得 往生极乐世界 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对极乐世界的了解 这个世界是变化 无常不清净了 极乐世界清净 可以让我们成佛 等等等等 所以我这样说 那希望大家多关心 那我们刚刚在讨论 要槟城应该多一点人 合起来 办生命协会 然后呢 让所有的人 能够有机会 透过各种方法 我们开始 做出生命协会 的